欢迎收看本节目 这份名单上没有JR史密斯的名字 这也意味着詹姆斯两次夺冠的队友 历史第13射手正式离开胡人了 JR史密斯休赛期仍在努力训练 但他上赛季季后赛在胡人基本上没有出场时间 可以说新赛季詹姆斯没法再带JR夺冠了 首先我们来一起看看胡人训练营的名单 一共有17人 农美基本确定要顶星许约 除了AD合同受保障的有11人 分别是勒布朗詹姆斯、波普、小加索尔、马修斯、施罗德、哈雷尔、卡鲁索、库兹马、大莫里斯、小塔克、麦金尼、卡考克和字母帝是双向合同 廷克尔、辛普森和凯文哈里斯是Exhibit时合同 据悉联盟将限制每支球队训练营的人数 训练营将在下个月2号正式开始 由此可见 JR史密斯下赛季不会回归胡人了 JR史密斯职业生涯累计命中1929G三分球 排名NBA历史第13 原本JR史密斯是一名刺头球员 实力强悍但个性照强 而被交易到骑士之后成为了詹姆斯的带刀侍卫 JR史密斯的三分球 在那些年纪后赛持续为球队提供进攻火力 上赛季复赛之后 由于布拉格里不打复赛 JR史密斯幸运地再次联手詹姆斯 只是这一次 JR不再是球队的首发氛围 大多数时候 他只能在场下挥毛巾 今年总决赛 詹姆斯率队夺得总冠军 JR史密斯也随詹姆斯 再次拿到一枚总冠军戒指 而今年休赛期 胡人引进了施罗德 马修斯 哈雷尔和小加索尔 这些球员都有丰富的经验 能马上为胡人提供集战力 在格林离队之后 胡人挖角雄鹿 引进了前者季后赛的首发后卫马修斯 这名球员防守很拼 也有一手三分 性价比要比格林高得多 而至于JR史密斯 运动能力已经大幅下降 胡人本就薪资空间紧张 封建和内建仍需继续鼓强 牵下JR用处也不大 如今 新赛季训练营即将开启 胡人已经公布了球队大名单 他们的新阵容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